爱美似乎是注入在女性,甚至男性基因里的东西,不管是在什么时代,人们都会将爱美之心复制于行动之中。 然而,我们时不时的就可以在网络世界看到一些因为错误追求美而走向其路的人们。 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在那些科学并未如此发达的时代里,时尚要更容易走向错误的道路之上。 特别是当一些流行趋势来临之时,人们必须追随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展现自己的社会地位。 即便它们事实上对于人体是有害的。 这次,威哥就将展示人们曾经实践过的,最可怕和最危险的时尚趋势。 一、蝉族。 从宋朝开始,蝉族就已经出现在了中国这边土地上,它一直被承认为是一种美的象征。 那时候的女性会把脚上的骨头弯曲,以便与能够穿上传统的绣花鞋,带来所谓三寸晶莲的效果。 女性从四到九岁之间,就得习惯脚上骨头被掰弯,并且用绷带包裹脚多年。 这种漏旗言格意义上来讲,已经把女性变成了惨疾。 二、缅甸卡扬女性的紧环。 缅甸的卡扬女性从五岁开始,就要在脖子上缠上沉重的铜圈,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会增加更多的铜圈。 每个女性必须携带总共11.5公斤的紧环。 不过人们都相信,线圈实际上并不会拉长脖子。 事实上,它们会让女性的骨骼发生变形,并向下推动锁骨,让人在视觉上感觉脖子变得更长了。 如今这个习俗依然在实行。 据说,这种传统从11世纪就已开始。 三、给牙齿染色。 在公元250年至1870年的日本大阪,黑色一直被认为是很漂亮的颜色,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总是把牙齿染成黑色的原因。 已婚女性婚后,有一物给牙齿染色。 她们将铁填充物插入一杯茶中,直到铁氧化,茶变黑。 然后,加入一些香料来掩盖强烈的气味,女人们经常用这种东西,来保持牙齿的黑色。 四、蹒跚裙。 蹒跚裙是一种持续时间很短的潮流,大约出现在1908年到1914年。 这些裙子的下摆稍窄,会紧骂穿着者的步伐,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它被人们滑稽地称为腺素裙。 有些女人会穿上一种叫做腿孤的东西,来让膝盖保持在一起,防止摔倒。 随着这一趋势的逐渐消退,许多设计师开始提供新的设计,以便让女性的腿部更好运动。 五、克拉科夫鞋。 长指鞋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很流行,但在15世纪,尽管当时许多人对长指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这种叫克拉科夫鞋Pretos,的长指鞋,还是特别的受欢迎。 脚趾部分被填充了填充物,以保持其形状完整,但由于缺乏舒适性,在1465年它开始被禁止了。 六、男性紧身胸衣。 自从16世纪以来,女性一直都穿着紧身胸衣,而男性在18世纪左右,也开始往这个趋势发展。 他们的紧身胸衣,主要是用来塑造自己的身材,它在1820年到1840年流行起来,那时,男人想要获得像女人一样有很小的腰带。 到了1880年,紧身胸衣的经典形状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条有肋骨的银带子,人们可以把它系在裤子上。 七、掏虫饮食。 在20世纪初,食用掏虫药丸结实在女性中很是流行。 每个腰丸都含有一个掏虫卵,它们会孵化出来,长在肠子里,并摄取了这个人吃的大部分食物。 这种做法有助于女性,在不减少卡路里的同时减肥。 这种饮食的危险,是肠道阻塞和肝脏、眼睛、大脑和脊髓形成囊肿。 八、用针炎长睫毛。 九、用猪油塑造头发造型。 十、毅然的衬裙。 衬裙于1850年开始出现,并迅速流行起来。 她们被所有社会地位的女性穿戴着,尽管她们有着被火烧至死的危险。 钢铁会摩擦到妇女穿在衬裙上的环形裙,这会产生火花,引起火灾。 一个女人脱下衬裙架,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如果发生着火,往往很难以从中逃脱。 十一、用于节育的莱苏尔。 莱苏尔是一种清洁产品,通常被女性用来清洁她们的厨房和浴室,但在二十世纪初,她们竟然也被建议用于节育和女性卫生。 通常的避孕方法,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太贵了些,女性们必须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 而制造莱苏尔的品牌公司告诉女性们,为了不生孩子,用莱苏尔冲洗,将达到避孕效果。 但是,有许多女性表示,因此而出现了炎症、灼伤,甚至有人因此而死亡。 尽管如此,该公司仍然宣传说,它是可以安全使用的。